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7月7日 今天是星期五 來到星期五香港時間的晚上 你現在在聽的是 我們本台的後備頻道是星期二日報 所以這一節 一定要繼續緊急呼籲 我們的主頻道 升旗易得道 被封鎖 我們也是 免費模式 即是這個主頻道 免費模式 被停止 被停止最少三個月 即是三個月都不能賣廣告 而且目前正在被停止上載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必須要在現在 緊急啟用後備頻道 所以我們現在 會運用星期二日報 進行廣播 這個絕對是壞消息 因為 我們的主頻道 雖然 是有後備 但是後備頻道 是絕對不能夠跟主頻道相比的 只是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接下來的營運 也是有相當大的壓力 所以第一 當然請大家 記得通知其他聽眾 記得叫他們打開這個後備戶口 去看我們的節目 也請大家 支持六部曲 轉移放到星期二日報 即是這個後備頻道 記得打開我們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發 也請繼續節目按like 以及社交媒體share 我們也真的 沒有辦法 緊急需要 希望大家可以的 繼續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我們也會把最新的訊息 告訴大家 把最新的情況 至於這次 被封鎖的原因 我們也不想 作太深入的揣測 一定我們的行動 我們的所有事情 只會跟政治有關 尤其是我們 本台主持 包括本人 當然還有Tony 我們兩個 都是港共政府 在現在 高調說你是 顛覆 這個叫做香港議會 的核心 的創始成員 再加上這個時間 國安處 除了說要對付八個被通緝的香港人之外 也要對付他們身邊的人 再在這個時間 我們的主頻道忽然之間被封鎖 我們 絕對100% 相信 這個跟國安處 中共的行動有關 至於詳細的原因 我們在另一節跟大家說了 我們的頻道的結構 在YouTube的系統上 跟其他很多頻道是不相同的 因為我們的影片 累積了 很多黃標的節目 這個系統本身 是有一個分別 附帶了 其實我們的後備頻道 也不見得很好 其實星期二日報 這個頻道 雖然是後備 但是其實他也累積了大量的黃標節目 所以 其實我們對於 後備是不是能夠 真的充當一個有效的後備 也是相當之 擔心的 不過現在是沒有辦法 終於有辦法 只能夠用後備繼續廣播 請大家 繼續支持著 我們盡量想辦法 我們這一節要回到香港 的求職 騙案 這個在香港求職 經濟不好 大家都知道 求職的騙案 是一而再 再而三出現 香港的騙案數字 是有上升的趨勢 香港 是由這個 國際金融中心 再到現在 又變回了一個 騙子之刀 由這個叫做電話 大搞電話實名制 再到實名制 沒有任何的成效 繼續有很多 來自海外的電話 繼續進行騙案 其實也充分反映了一件事 就是香港的 警方 坐擁著大量的警力 實際上 他們根本不是在處理 香港的治安問題 他們在處理的是要對付香港人 真真正正的罪案 他們 根本沒有去管 這件事本身就已經很恐怖 我們繼續回來研究 剛剛 就是有一宗案件 就是跟求職陷阱有關 原來有公司 就是開設 是求職 的業務 即是 是無端端跟你說招聘大量的員工 明明 你打算求職 是去上班 誰知道就變成了 你去上班 你就變成了 騙案的受害人 真是叫做新式騙局 但是當然騙局 是萬變不離其中 最少牽涉是十幾個人 牽涉的款項 是達到800萬港元 原來 騙徒就是說自己要招聘員工 招聘員工 是藉口 實際上是找受害者 這個才是事實 一間位於尖沙咀 報稱是貿易公司 原來貿易 是紡紙 實際上 就是招聘員工 員工就是他的受害者 就是他們的獵物 表面上假裝招聘員工 原來就是為了跟當事人接觸 然後 就是有騙 包括威逼利友 就是有騙他們 買香港倫敦金 結果 求職 翻新公司 公司居然突然之間變成了 倫敦金交易中心 這間 就是在尖沙咀的貿易公司 周圍 在求職網站刊登招聘廣告 這間公司 運作了 大概兩年時間 原來在去年 即是2022年 至到2023年 期間這段時間 最少 是騙了10個員工 受害者 包括 是家庭主婦 在找工作的人 又或者是無業的人 不過這個描述 實在相當奇怪 其實他們應該就是這間公司的員工才對 很明顯這個公佈的資料 又是叫做警方公佈 警方最喜歡公佈 就是說人家是失業無業 為甚麼呢 因為警方的習慣 就是要將 無論是受害者也好 被告人也好 要將他們 全部要有標籤 所以警方的習慣 就是將一大群人 有理無理標籤了就是家庭主婦 無業 又或者代業 實際上 受害者 應該是這間公司的 職員才對 再調查發現 就是說相關的公司根本沒有實際的業務交易 根本其實是一間空殼公司 這間空殼公司的做法 就是他們 直辭 說要聘請民員工作 等人加入 後來 加入了的人 可能是看準了他們的年紀 看準了他們的財富 跟著加入了公司之後 跟公司 真真正正的騙徒走在一起 騙徒 對準著這些所謂新加入的員工 在他們面前 展示投資的成績 還有 大量的所謂回報 然後 改為 對著這些 受害者 遊說他們一起搞投資 大搞 搞這個 是叫做投資戶口 公司的騙徒更加遊說他們 簽署投資協議 還有授權書 這個全部都是 典型的倫敦金騙惡 但是 新式的地方 就是在於現在找受害者的方式 不是四周圍派卡片 而是 開公司 說是請人 這個變成了求職陷席 所以各位要小心 不要以為現在 勞工不夠 大量的人移民 人才流失 有大量的損工在等你 正是 不法之徒 看準了現在這個時機 用招聘 作為新式騙局 的開頭 雖然 騙局的後半部 其實跟一般的 以往的倫敦金是一樣 但是 很多受害者 以為自己在上班 以為那裏是正常的公司 結果 原來求職之後 那裏居然是變成了倫敦金交易所 到最後 又被 又被逼 又被哄 到最後 就是投資 然後 再跟你說 已經被斬倉了 關於倫敦金的詐騙 其實我們也跟大家在這個節目 我們在 很多年之前就已經跟大家詳細講解 因為 在2019年之前 我們這個本台節目 跟大家說了非常多經濟話題 香港 國際金融中心 其實這個所謂國際金融中心 裏面 包藏著 大量從事和金融相關的名目 的騙徒 以及騙案 香港 一直 沒有徹底正視 也沒有把那些集團 連根拔起 以香港警察 那個人數 以及能力 其實他們絕對 是有能力把這些 集團主路 全部找出來 但是 一直都沒有這樣做 其實香港的狀態 是由始至終 也是容許 一些罪案發生 包括我們跟大家說 香港的社團 以及黑社會 要將他們真的連根拔起 根本絕對有足夠的警力 但是香港偏偏 一直都沒有這樣做 所以你可以看到 香港根本其實 是局部容許 這些騙徒 跟公司存在 現在經濟開始下行 騙徒 變得更加猖獗 因為沒有錢花 所以各位 留在香港真的要更加訓外 小心 我們這一節也跟大家暫時揭露到這裏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 記得我們現在緊急情況 要用後備頻道 記得是星期二日報 請大家幫忙傳訊息 請大家 請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